大家早上好 感谢大家收看 Go My Smy日财经快讯 我是JK 今天是周一3月15号 周末的时间 比特币的价格大幅上涨 到周一开盘的时间 是冲破了6万1千美金 目前是有所回落 回落到了6万美金下方 那么个股方面 我们看到澳洲 今天下跌幅度比较大的 依旧是科技板块 包括还有矿业板块 FMJ以及阿芬配 澳洲大盘也是 新微下跌0.57% 目前的报价是6724点 那么黄金方面的价格 也是相对上周五晚盘 微型反转之后 今天延续上周五的走势 目前的报价 是1724美金附近上下震荡 所以我们看到 目前的市场情况 就是依旧跟上周的走势 顺延下来 那么本周我们需要关注 就是美国方面的 包括联储讲话 和美国白宫方面 对新的财政政策的落实情况 以及疫苗的进展情况 那么我们也知道 此前我们看到的市场上 出现了严重的分化 尤其是美国股市 科技股下跌 那么道琼斯指数上涨 所以在本周 我们依旧是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势 不过科技股在上周五 开始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之后 本周可能会迎来不错的建仓机会 那么本周和上周发生的重要消息 主要是来自于中国方面 中国政府颁布了2035的一个规划 以及14.5的长期的计划 那么在2035的纲要里面 主要提出了几点 第一点就是通过人口 第二点是通过环保 第三点是通过科技 这三大板块来改善目前的中国发展现状 此前我们知道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 中国政府的口号是 不管是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 那么现在我们政府需要考虑的 就是在抓耗子的过程中 是否是污染了环境 那么是否是高效的 那么抓耗子的猫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 所以说就是对于经济 在过去粗犯发展的背景下 我们看到很多自然环境或者水污染 包括粮食不足 或者粮食也受到了污染 还有差恩淀粉 三绿氢胺等等 这些负面的消息 在过去的几十年是层出不穷 但是从目前开始 新的纲要里面 中国政府主要提到的是质量 保证质量的发展 不管是经济质量 人口质量 还是科技质量 所以在过去我们考虑更多的是发展速度 保住GDP增长速度是66.5% 那么在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新的纲要里面提到的GDP增长速度 只要在合理范围内就可以了 所以说对于速度这一词 基本上已经没有再提到了 而是更多的关注质量 在质量刚刚提到的 从人口上来讲 我们是一老一小 对于一老 我们就是考虑到了养老问题 那么在目前全球老龄化严重的背景下 中国政府作为发展中国家 也率先考虑到了政府能够在养老范围 或者是养老行业领域里面 能够为大家所做的事情 首先最简单就是通过社区 来支持养老产业的发展 主要说一个小区 我要为这个老龄人口 构建一个特殊的服务区 包括增加各种轮椅式的电梯 方便长辈们出行 这一系列的服务和行业规划 将会跟过去相比 提升该行业200%到300%的营销数据 那么在这一行业领域 大家可以去关注 包括在国内有生意的朋友 可能会更多的考虑到养老行业 在未来包括电商领域 包括线下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些行业都会有不错的发展前景 那么一小是什么呢 一老一小对于人口来讲 一小就是就业和上学 上学的方面就是义务教育 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龄 在过去呢 中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龄是10年多一点 那么现在呢 在新的规划里面是提高到了11点几年 我们知道99年义务教育之后呢 再加量平均2.5年 这样的话 让整体的受教育年限增加 那么人口质量自然就会上升 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在这个新的专利申请比例里面 那么通过专利申请带动了科技发展 这个比例要上升 包括呢 数字行业和第三经济产业 对经济的GDP贡献 也从7%上升到了10% 这样的一个规划背景呢 就将奠定中国在未来的5到10年 企业在全球新的数字领域 或者是5G时代能够抢占一席之地 所以说跟过去相比 我们在人口上给到的支持呢 政府也是非常明确啊 就是一老一小两大政策 那么科技方面呢 现在是公布了八大领域的科技改革创新 科技领域主要是包括 之前提到的人工智能领域 那么还有脑机接口 以及其他的生物基因工程等等 这些行业呢 基本上在美国 香港或者是中国大陆 都有相应的上市公司 包括基因工程 生物医药 那么我们在中国大陆 去世的老龄人口里面 其中有30%因疾病去世的 都是心血管老化导致的 像这一类的 能够通过医疗器械和制药 来延缓病症发作的时间 或者是降低风险 那么这一类上市公司的 相信在未来 老龄化比较严重的时期呢 都会有不错的股价表现 那么美国上市的一些大的 药企包括辉瑞呢 依旧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目前的股价呢 也是在35块钱左右上下浮动 那么除了人口老龄化 还有我们对于教育方面的提振 那么还有就是科技方面 那么最后呢 就是环保方面 绿色产业 新能源产业 那么这一点呢 对我们澳洲华人 也是比较流失的 因为我们知道全球最大的铃矿 还有其他的一些新型能源 在澳洲也是发展非常迅速的 尤其是铃矿 铃矿呢 在全球最大的出口 就是澳大利亚 60%多的产能 全球产能是来自于澳洲的 剩下的第二大产能国呢 是智力 不过呢 铃矿产能是分成两个部分的 有一部分呢 是澳洲像这种是露天矿啊 就是大家拿爆破的机器 一爆破就能开采了 那么像智力呢 它是盐水矿啊 就需要更高的开采成本 和更久的开采周期 比方说智力开采周期是7到8年 那么澳洲就是2到3年 所以说在未来呢 如果是没有能够替代 电池的新型能源产生 那么电动车的普及 对于铃矿来讲 依旧是一个中长期的利好 这个中长期呢 可能是2年3年 甚至是更久 所以呢 三大利宽股啊 或者是大家想要了解 更多利宽股的 那和我们GOMS的同事啊 或者是小助手要一下 此前我们提到过的 澳大利亚五家 比较值得关注的利宽股公司 那么这里呢 稍微提到几家PLS啊 这些 那么在通过适应率和PB啊 等这种数据 财务数据来对比来讲的话 大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 然后知道哪一个公司 风险最低 哪个公司 未来的前景 发展情景更广阔啊 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配置不同的利宽股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呢 核心因素 在此次提到的就是 中国需要扩大内需 此前呢 中国的经济发展 是靠三驾马车啊 包括出口啊 那么内需占比呢 可能只有38% 但是像美国和日本啊 以及澳洲这些发达国家 通过内需消费啊 就是居民本土消费 带动了经济GDP增长 比例呢 是在50%以上啊 因此中国有12%和几点可以继续增加 所以呢对于扩大内需最利好的几大行业呢 啊其中最核心受益的就是消费类的啊 消费呢 我们现在中国电商产业非常发达 那么排在前几位的啊 就是阿里 还有第二位啊 京东第三位拼多多 那么这三个股票里面 我认为最有前景呢 是拼多多 首先呢拼多多下沉市场非常稳妥啊 基本上四线五线城市都已经渗透了 第二点呢 就是拼多多的价格啊 和质量 现在呢已经是双双有所提升 就是在低价的情况下呢 保证质量的提升啊 并且呢拼多多对于商家非常友好啊 他不太收商家的啊 这个营销额作为比例来收取费用啊 可能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那么淘宝呢 可能会收取商家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 甚至更高的行业呢 能收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啊 营业比例的作为淘宝的利润啊 所以这样来相比的话 拼多多对于商家和消费者都是非常友好 那么股价呢 也是在前段时间有所回落 回落到啊 这菲伯纳切均线五十的时候呢 基本上在现在的一百二十块钱上下啊 迎来了不错的健康时期 未来呢 我认为如果是随着中国内需的扩大啊 这三大电商行业领域 如果是扩上涨速度最快 拼多多 那么股价冲破前高 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因为消费内需的扩大呢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长周期啊 也会持续三到五年 所以呢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的全部内容啊 主要是关注两个行业 一个是中国内需啊 三大电商板块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新兴能源 对澳洲投资者来讲 可以直接购买的 银矿啊 这些相应的股票 那么拼多多这类股票呢 像军东 是在购买室的每股可以自由交易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 欢迎联系啊 我们屏幕下方 视频下方的小助手啊 微信号和他们取得沟通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